讲物理检测的时候,咱们要引入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 就是说,它的名字叫做FasterRCN 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 就是在物理检测界是大家非常适合学习的一个资源 咱们先来说,就是这个物理检测它要做一件什么事呢 咱们首先必须要做的就是一个回归任务吧 需要把这些图里所有的猫都给它的位置找出来吧 咱们先要去做这样一个事 不光要把框找出来,还要去分类一下它到底是不是猫 到底是不是狗,进行一个分类和回归整体的一个工作 那么这回咱们就得想一想一些问题了 就是说,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该怎么样去做呢 首先咱们先想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咱们能不能先找出来一些框 比如说,我第一种解决方案 咱们不是说要在原始图像当中找出来框 然后再进行分类吗 那我第一种解决方案就是说,我能不能先在原始图像当中找出来这些框 然后再对这些框进行一个分类的操作呢 这个措施其实是可以做的 我们现在有一种方法叫做Selective Search 这个Selective Search就是说 要对我原始图像上的一些小区进行个组合 就是说,我可以利用一些纹理,颜色的特征 把某一些,比如说这里不是有电视吗 电视和周围的墙,它显然是有一些分割的吧 我们可以先把这些东西都找出来 比如说,第一步我是先通过这样一些纹理或者是颜色的一个差异 先把图像分割成很多很多个小区 我们看,这里是不是说分割成了很多很多小区啊 那么这是咱们的一个第一步啊 先用Selective Search 把对于一些图像当中自身的一些纹理特征 分成很多小区 那么接下来呢 我要把这个小区进行一个合并 就是说,看什么样的一个小区啊 它的一个内部的特征是比较相似的 然后呢,合并成一个稍微大点的一个区域 那么最终呢,我再合并 合并成一些稍微大的一些区域 那么这些小区啊,我们看啊 下面都是有一个一对应的 这些小区啊,可以对应成图像当中的一些 很多很多个小区 然后呢,这些小区啊,显得太多了啊 我要把这些小区进行一个合并的操作 合并之后呢,我就可以得到一些稍微大一点的区 最终呢,再合并,我得到了其中啊 有一些区是属于真实的这个人吧 也就是说呢,首先啊 我进行第一步操作 就是说,先在图像当中进行找区 找出来区之后呢 我再把这些区啊,进行一个分类的任务 那么这个啊,就是咱们现在物理检测剂啊 在这个12年的时候,不是12年,在13年的时候吧 一个比较基本的算法,叫做RN的算法 一个RN的算法就是说啊 我们先把这个框找出来 然后呢,我再基于这个框啊 进行一个分类 它叫做一个RCN,就是一个 基于追准,就是基于区域的一种CN分类的方法 这种方法啊,好像显得有一些笨 就是说,首先比如说下面有这样一些图像吗 我们看我们第一步是不是说要先通过这样selective设计方法 先把这些框都找出来啊 先把这些框找出来之后 我们对这些框,每一个框我都要往卷积神经网络里去跑 进行提取特征 然后提取完特征之后呢 我拿这个特征进行分类,进行回归是都可以的吧 这是第一个框,这是第二个框,这是第三个框 每一个框呢,我都可以找出来这样一些 都可以进行一个特征提取 然后再进行一个分类的任务 那我们来看,就是说这里啊 它的一些方法怎么样呢 首先来说,第一步咱们是要提取框吧 咱们要提取一个ROI,就是Region of Interesting 先把一些比较可能是物体的框给它提出来 那么可能啊,经过这样一个selective设计方法之后啊 大概能提出来近2000个框啊 大家现在想这样一个概念啊 就是说,第一步虽然说我可以另一种方法 提出来了近2000个框 然后呢,我要对这2000个框都跑一遍卷积神经网络啊 每一个框跑一个网络,每一个框跑一个网络 再有框再跑一个网络 跑网络的时候还要进行resize的操作 还有进行很多预处理的操作 这样势必会使得咱们最终的一个结果啊 计算起来非常非常慢吧 提取框的速度就很慢 然后你再跑这样这么多个网络 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这个啊,就是说物体检测界一个开篇制作 叫做RCN它的一个做法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来想一想 这种做法我们能不能够给它进行一种改变 或者说进行一种升级呢 RCN它的步骤我就不说了 这个比较简单 就是还说一下吧 就是说第一步啊 咱们是把它的整个网络模型构建好 比如说你可以用VGG网络啊 也是可以的 然后呢,第二步啊 我就是说我需要去把它的网络设计好 就是说最终啊,全连接层连什么样网络 先把这个网络设计好 然后最后呢,我就进行一个特征提取 就是说先通过Select的设置选出来一些框 然后对每个框呢进行特征提取 把提取特征给它固化下来啊 固化下来特征是比较大的 大概是有200GB的一个特征 固化完那特征之后呢 我再拿固化的特征啊 进行一个分类的任务 比如说我可以选择一个经典分类器 选择一个SVM进行一个分类 都是可以的 咱们最终呢,还是要对这样一个提取出来特征啊 进行这样一个分类的任务 分类完之后啊 我还要做一个回归啊 就是说我拿特征既可以做分类 也可以做回归 这样做啊,显得有一些麻烦了 就是说一个整体的效率啊 显得非常的低 咱们来看一下 现在啊,就是说我举了一个例子啊 我把这些东西啊,先给它去掉 咱们呢,说一下 就是说在不同的一些训练级上 就是它检测的一个时间效率啊 大概是怎么样的 时间效率啊 可以来说是很低的 大概检测一张图像的一个时间 都是需要几秒钟的 这样的速度啊 其实来说是比较慢的 那通常情况下 我们希望啊 检测速度能更快一些 咱们想一想啊 就是说对于一个无人驾驶汽车来说 它是不是要达到一个近乎实时的效果啊 因为它每时每刻都要检测很多东西嘛 所以说咱们希望啊 让它的一个检测的速度能够更快一些 那么这个RCN啊 它就面临着一些问题 首先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它的时间是非常慢的吧 因为呢 我们现在需要跑每 把每一个region proposal 就是说 咱们刚才啊 通过那个selective设置方法 提出来那个框 先把框找到 每个框都要去跑这样一个完整的卷接生产网络 才能去分类出来一个最终结果吧 然后呢 我还要加上这样一个SBM的分类器 以及这样一种回归的算法去做这样一件事 这种做法啊 其实来说啊 就是显得太复杂了 咱们能不能同时的去把这些事进一个解决呢 咱们想一想 是不是说 这一块的时候啊 我们是说先提框 然后对每一个框都进行一个卷积操作啊 那我们能不能把这些东西合并一下 就是说让他们共享一个卷积神经网络呢 不是每一个框都去跑这样一个卷积神经网络呢 接下来啊 咱们就要来想这样一个事了啊 接下来咱们就要来说第二个版本了 就是一个fast rcn fast rcn啊 它解决的就是说 首先我们是可以去计算 首先啊 就是说 我们可以去先把这个整个的一个图 先跑一个神经网 先跑一个卷积神经网络 因为啊 大家想一想 就是说 我对一小块跑这样一个卷积神经网络 可以跑吧 那我拿整个图也可以进行一个跑卷积神经网络啊 只不过说我现在跑完之后得到了一个特征图 但是呢 你得到了一个特征图之后啊 在这个特征图当中 哪些是你roi区域啊 哪些是你感兴趣的区域啊 这一回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映射嘛 假设说原始图像当中的这一部分 原始图像当中的每一部分都可以咱们跟咱们特征图上进行一个特征的映射吧 我们看这一步可以映射 这个框也可以映射 这个框也可以映射过来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啊 可以先对一个整体的咱们的一个输入 先做这样一种卷积的操作 然后呢 做完卷积操作之后啊 我再把这些框给它映射过来 最终呢 我再去做这样一个分类或者是回归的操作 咱们来看啊 这样一步操作省事在省上哪里了 咱们是不是说原来都有多少个框 咱们要跑多少遍这样卷积神经网络啊 现在是不是说 我们只跑一次这样卷积神经网络 然后把这样的区域的一个特征图给它映射过来 咱们不就找到它要出出的一个特征吗 有了它的一个特征之后啊 咱们再把这个特征啊 经过一些就是加入到这些全连接层 然后做分类和做回归都是可以的 那么在Fastrc Fastrc里啊 其实我们不光做了这一步 我们还做了一个变换 咱们之前rcn啊 它是用svm 就是那个支持相当机进行分类的吗 这种分类器啊 显得这个比较庞大 所以说呢 这块咱们用这个softmax 就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多分类器 现在啊 在这个计算机视觉领域啊 尤其是在咱们做分类的时候 也基本上都是用这个softmax了 因为它的一个计算性能啊 是比较高的 用svm啊 显得有一些速度 有一些慢了 所以说 咱们这里呢 都是用这样一个softmax分类器啊 来进行计算的啊 可以说 这个Fastrc啊 要比rcn效果要好很多 因为呢 现在对于一个图像来说 我只跑一次卷积就可以了 不用每次把这个框先拿出来 再跑卷积 而是说 我先跑卷积 再把这个框的一个映射过来 映射到我特征图上的一个位置 再把这个特征拿出来 不就可以了吗 这个就是rcn啊 一个物体检测的一个第二代版本 叫做一个fastrcn 那么fastrcn啊 它解决了啊 这些问题 就像我刚才说过了 解决了一些 不能同时去跑这样一个问题 咱们现在只有一个卷积神经网络 就可以解决了 然后呢 这个fastrcn啊 它的一个效果是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 就是说 首先来说啊 它的一个训练时间 对于传统的这样一个rcn啊 就它的一个训练时间很慢吧 因为我们先要提特征 然后提完特征之后 每一个都要进行一个卷积神经网络 然后再把特征固化下来 这种啊 是很慢的 但是呢 我们用fastrcn的时候 它只需要很快就可以叠来出来的 大概啊 训练速度是原来的一个将近十倍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测试速度啊 对于这个rcn来说 它大概测一张测试速度 就是说一个图啊 一个图可能有很多个框 大概的一个整体时间 需要47秒才能够测试出来 但是呢 对于这个fastrcn来说啊 它只需要零点几秒就可以测试出来 因为呢 我们是把所有的卷积 进行了一个共享 先进行了一个卷积的操作 然后呢 在进行卷积操作基础上 我再进行一个特征提取啊 也就是说 我现在啊 这个fastrcn从效率角度来说 它的效率啊 是比较高的 这个咱们刚才给大家说过了已经 然后呢 咱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fastrcn吧 就是一个 fastrcn啊 就是一个更升级的版本 这个fastrcn啊 就是在fastrcn上 又进行了一个改进 其实呢 咱们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改进啊 咱们也可以对比一下 就是说 嗯 它的一个selective色彩方法啊 它的一个 首先 咱们是不是说 无论是rcn还是fastrcn啊 咱们都要进行这样一个框的选择啊 只不过说 嗯 fastrcn是把框映射到特征图上 但是呢 它也需要做这样一件事吧 也需要做这样一个selective色彩方法啊 selective色彩方法 哎呀 速度还是很慢的 还是需要花一些时间 那我现在能不能就是说 把找框的一个工作 也放到这样一个卷积神经网络当中来呢 就像是一条龙的一个方式 让咱们这个神经网络啊 帮咱们把一系列事情都做了呢 其实啊 也是可以的 这个fastrcn啊 就是物体检测的第三代版本 在这代版本里啊 它提出了这样一个事儿 就是啊 它提出了一个层 叫做region proposal的一个network 这个层的意思啊 就是说呃我们现在啊 要用这个卷积神经网络 帮咱们去选一下 什么样的 什么样是个框 什么样不是一个框 咱们来想一想 就是说对于一个原始的图像 比如说 呃这是一个原始的书图像 它里边这块有一个框 然后这块也有一个框啊 这块也有一个框 那是不是说我们有一些标注文件啊 标注文件就会说了一下 123这三个框的一个坐标值 分别是等于多少吧 那么在卷积神经网络里呢 我也可以进行这样一个判断 就是说呃我可以生成出来一些框 然后呢 我去看一下我生成出来的框啊 跟真实的框是不是一样的 让我这个卷积神经网络去这么学 让它学一下生成出来什么样的框 才是一个物体 或者说物体可能存在的一个位置 是什么样的 在这里呢 我们就引入了一个层 叫做rpn层 这个层呢 就会学习一下 对于咱们当前转机神经网络 提出来的特征 什么样的特征 它可能是一个框 什么样的特征 它可能不是一个框 咱们啊 就是要做这样一个 对物体 要对一张图像来说 我们要判断一下 什么样是前景 什么样是背景 前景呢 就是说它是一个物体 背景呢 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物体 咱们要把这个事啊 不是用selective search方法去进行的 而是说让卷积神经网络当中啊 也帮咱们去做这样一个事 进行一个判断啊 什么样是一个物体 什么样不是一个物体 那么这回呢 咱们来想一想 现在一张图像来了之后啊 我们还需要用那个selective search方法 不断的合成出来一些框吗 我们就不需要了吧 直接把它放到这个卷积神经网络当中来 然后呢 卷积神经网络提起出来特征图 在特征图的基础上 我们先做这样一件事 就是说 先去判断一下 什么样的是一个前景 什么样的是一个背景 先把这些框啊 用卷积神经网络给它提出来 提出来之后呢 我们再对这个框啊 进行一个分类的任务 那么这回咱们不就是可以省掉了 最开始的那种提取框的一个操作吗 那么这个啊 我们就管它叫做Fastrc当中啊 一个比较核心的一点 它是先进去 它是先用神经网络进行一个框的提取 但是呢 大家现在要想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 它提出来的框 一定是符合咱们一个人的标准吗 一定是符合一些实际的标准吗 可能存在一些框 有的框大 有的框小 那它是怎么样提出来这些框的呢 就是说 这个卷积神经网络里啊 它首先会生成出来一系列的框 它在原始论文当中啊 定义了这样一个比例 就是说 有三种比例的框吧 一个是一个1比2 一个是一个2比1 还有一个1比1的框 然后呢 还有一个基数啊 基数就是一个128 然后256 然后一个512的 这个基数的意思啊 就是说 首先我会先生成一些常规的框 然后呢 对这些常规框啊 进行一个变换 就是说 我要神经网络去学一下 这些常规的框怎么样变换 它才能是一个前景 是一个物体 那么这个变换意思啊 就是说 比如说 对于一个特征图上的一个点 对于这样一个点来说 我会生成九种框 为什么说 会生成九种框呢 因为咱们的基数 是有三个的 然后呢 也变换方式 也是有三个的 咱们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128 128 它是基数吧 那我可以做出来一个三个框 第一个框来说啊 就是说 它是一个128长 然后128宽的 那么第二框呢 是128长 250 是宽的 第三个框呢 是256 是长 然后128 是宽的 这个啊 就是一个基数 它是以128为基数的 然后呢 这个基数啊 是有三个比例的 分别是1比2 2比1 还有1比1的 有这样三个比例 那么还有这样256的基数 还有512的基数 也就是说呢 对于特征图上的一个点 我会先生成出来 这样九个框 一个点 对应这九个框 那我接下来就要学一下 这九个框啊 我该对它进行什么样的一个变换 这就是卷积神经网络要学的 什么样的变换 能够使得它跟真实的一个label值 真实的label值啊 就是说咱们数据上都是一些标注的 跟这些框能够最拟合 我让这些框啊 都去拟合成一个真实的框 我就不是就能够找出来最终的一个框的一个位置了吗 它是啊 通过这样的卷积神经网络 在每一个特征图上进行生成出来一些框 然后呢让这些框去做一个拟合啊 得到这样一个最终的一个位置 得到完最终位置之后呢 我再去做一个 我再去啊做这样一个分类任务 我就可以得出来这样一个最终结果了 那么这个啊就是fastrcn啊 它的一个核心的点 它核心点在于呢就是说 我在选框的时候不是用那个select的设置方法 而是说我用了这样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呢能够使得我在卷积的时候 就把这个框啊不断的踢出来 相当于呢是一个end to end的 就是一条龙去帮咱们把这件事给它做出来了 这个就是fastrcn它的一个整体的效果 我们也可以在这看到啊 就是说在这里呢我们是对于一个特征图上 对于特征图上来说啊 我们会对它的一个点来进行特征的提取 一个点进行完特征提取之后呢 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分类和一个回归的操作 fastrcn啊可以说啊 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对于一个点我们可以整成九个 它把这个九个框啊叫做九个entulus 然后对于这九个entulus呢 我们可以分别的去算 它的一个分类值以及它的一个回归值 这些啊都是可以给它预测出来的 那这个fastrcn啊 它最终的一个效果是什么样呢 咱们再来看一下 现在啊咱们就可以对比一下啊 对于这个物体检测啊 三代算法它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效果 它的一个表达是长什么样子的 首先呢咱们就可以 咱们就直接来看这个fastrcn吧 fastrcn它的一个测试速度啊 咱们关心的是一个测试速度 测试速度等于多少啊 对于测试速度来说 它是等于0.2的吧 等于0.2就是说 我一秒可以跑五张图像啊 比这个fastrcn快了近十倍吧 比rcn呢快了近250倍吧 它的效率啊是非常高的 咱们现在啊 有了一个物理检测算法 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但是呢 它的一个准确率怎么样呢 我们也可以看 它的一个准确率啊 基本上来说 这个rcn啊 和fastrcn和fastrcn 准确率基本上是相当的 在咱们的一个精度上 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的 但是呢从速度角来说啊 我们是更喜欢这个fastrcn的 因为呢它的一个检测的速度啊 会更快一些 所以说呢 现在啊这个fastrcn啊 虽然来说现在还有一些其他方法 是比这个fastrcn要好的 但是呢由于啊这个fastrcn的一个历史啊 它的一个历史是由rcn一步步演变出来的 可学习的点是比较多的 现阶段呢 很多物体检测的方法 都是借助于这种fastrcn 在特征图上提取框这种方式啊 来进行演变的 比如说现在啊 比较流行的一些算法 比方说有这个软路啊 啊不是这个 有onlylookvance啊 就是yolo啊 叫做一个有onlylookvance的一个算法 效果效率是非常高快的 还有叫SSD的 这些都是现阶段 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些物体检测算法 这些物体检测算法啊 都是效率比较高的 大家有时间呢 也可以看一下这些论文 这个fastrcn啊 它是三代论文啊 三代论文都是比较经典的 当时啊 我最开始在做深度学习的时候啊 就是把这三个算法都从头到尾去做了一遍 把它们代码呢 也从头到尾的都自己debug一遍 实际的去看一下 他们这个代码啊 其实收获是真非真的非常多的 如果大家有时间啊 咱们也可以在有时间的情况下 咱们可以把这个fastrcn啊 之前fast和rcn啊 大家论文就不用看了 因为是一个比较老的版本了 咱们直接看这个fastrcn就可以了 这个fastrcn啊 提出来思想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然后它也是有这样把代码公布出来了 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mylab 一个是python啊 咱们用什么样的版本 都是可以去玩这个fastrcn的啊 大家可以有时间 也可以实际的去debug一下 看一下它的效果到底是什么样的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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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